不畏風雨 社福志工身穿雨衣 把一箱又一箱熱騰騰的便當 搬上貨車 準備送往北海岸的各個角落 出發囉 巴山涉水 開車進入山區 社福志工分成四條路線 送上百個愛心便當 每趟車程來回都快要40公里 他們從不喊累 今年93歲的林老先生 看到有人來探訪 立刻開門迎接 社福志工進入屋子裡頭 不只是送愛心餐 更要關心長輩健康 新生活促進會民國九十五年 進駐新北市金山石門三支淡水等地區 一開始是一群特教老師共同創立 他們協助社會局照顧社福邊緣戶 穿梭送餐北海岸十幾年來 從不間斷 因為我們在偏鄉 那個福源廣大 而且很多人都住在深山 因為在送餐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時候會發現對方怎麼沒有來一門 我們就會通報里長 這是北海岸地區很大 社福志工光是食材油錢人士成分 一年就要花費上千萬 新北市社會局補助三分之一 剩餘的都必須自酬 將近七百萬的資金缺口也一度讓志工們喘不過氣 我們現在一天的安心餐的分數是超過三百五 而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所以在這樣的總加下來已經是超過一千萬 陪伴弱勢族群提供三餐協助 社福團體一步一腳印 不只照顧獨居長輩的胃 也要溫暖他們的心 請希望有很多網路軍產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